下午真相三十分记者来到了事发的穗宁市飞红街火灾的事发现场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快一天 现场仍然是聚集了大量的围观视频 对于一天前发生的火灾 大家仍然是议论纷纷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着火房子里面的两间卧室火势较大 从视频中可以看见明火仍然没有熄灭 滚滚的浓烟含在外貌 大量的现场群众也聚集在事发的现场周围 而在另一段的视频中 小防官兵赶到了现场 铺设水管开始进行灭火 地上躺着一名身穿衣服的男子 据后来介绍说 这名男子就是此次火灾中受伤的项羽 火灾遭受了不少的损失 他们也被迫的去外面 李大姐说 当天早上他正在熟睡 楼下居民的叫喊声将他惊喜 小哥来到现场之后 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但他很快回过神来帮忙灭火 两个孩子应该是在睡门中 因为吸入了过量的浓烟而昏迷 进而失去了意识 灾发生之后 穗宁市公安消防部门 也是迅速的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据穗宁消防官方微博消息 5月10日6035分 穗宁消防接到报警 称飞红街19栋一门面发生火灾 穗宁消防立即调派 传山区公安消防大队 嘉河路中队三辆消防车 15名官兵赶赴现场出救 6042分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 在坠楼事发现场 有当地的居民目睹了 向永林坠楼的过程 但是他注意到医院的护士人员 很快的就来到了现场 孩子的爷爷老相 当天下午从殡仪馆 处理完孩子的后事以后 刚刚回到医院 就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向永林的房东也证实 向永林家的经济条件也还不错 看不出有想不开的迹象 在这一场火灾中也发现了一些蹊跷的地方 比如说向永林家逃出火场时穿戴整体 这和大多数人睡觉的习惯并不一样 向永林打过交道的邻居 告诉正向暂时分记者 向永林的老婆在四年前 因为琐事而服务农药自杀 原因也没有听向家人启说过 出了丧妻之痛 向永林还是带着孩子 在社区里居住 接触过向永林的人都说 平日里向永林还算是开了 与这场火灾起火的原因是什么义气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 两个小孩当时为什么又没有能够逃离出火场呢 当时参与了救援的周围居民们说 当时没有救出两个孩子的原因 是因为向永林自己也失去了意识 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哪里 向永林的父亲年近六旬了 还在洗澡贪黑的工作 眼看快要到退休享清福的年龄 但是两个宝贝孙子孙女就这样没了